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颠覆了自己的一生 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法庭上 故事的主人公阿和害怕又无助地坐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下 阿和不是主犯 回到行凶的是好友菜头 他索性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菜头身上 菜头勃然大怒 因为自己是为了阿和才冲进饭店 砍掉了对方手臂 阿和却在此时撇清了两人的关系 当法官问摩托车的由来时 菜头怒斥道 你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呀 阿和此时有点胆怯 卑微地说道 摩托车是我偷的 就这样 冲动之下 两人锒铛入狱 其实阿和未成年 本有机会恢复自由 但阿和在父亲阿文眼中 如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 早已弃至角落 导着放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甚至说出 希望将阿和在少年抚育院 关到老 关到死 阿和听到父亲的话 留下滚烫的热泪 这并不是悔恨的泪水 而是被父亲抛弃之后的绝望 阿和来自一个平凡的四口之家 父亲阿文是一个驾校教练 母亲秦杰是夜总会里的化妆师 夫妻二人勉强持家 供着两个儿子上学 以阿和不成才 他们把唯一的期望 都寄托在大儿子阿豪身上 阿豪人帅学习好 是加重的希望 阿豪高考失利复读一年 阿威也不气馁 亲自为他送去学费 加油打气 阿和的冲动 让父亲对阿豪落下了更沉重的期望 等有人问起他有几个儿子时 他都会回答只有一个 而且会骄傲地说 再读医学 深夜 两个陌生的女人来到阿和家 少女叫小玉只有15岁 是阿和的女友 目前已怀上了阿和的孩子 狱中的阿和对此还一无所知 情节为了弥补孩子的错 不顾阿文的反对 坚决把小玉留在身边 只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父亲那边也被烦心事缠身 被菜头砍断手的家属找上门来 索要法院判决的150万赔偿款 这本是菜头家的责任 但菜头家里拿不出钱 只剩破旧房屋和一个年迈的奶奶 因此只能找阿文家索要 阿文对此并不愿意妥协 认为砍人的不是阿和 但在对方三番四次的骚扰下 接踵而至 在一个一如往常的平静夜晚 父亲眼中完美无暇的大儿子阿豪 从自家窗台纵身一跃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毫无征兆 如晴天霹雳般袭来 秦姐绝望痛哭 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 口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那不是阿豪 那不是阿豪 阿文一语不发 空洞的双眼看着儿子的遗体 此时 夫妻二人黯然浑笑 仿佛一根稻草就可以压垮他们 葬礼上 秦姐遇到了喜欢阿豪的女同学 他把阿豪的最后一条短信带给了秦姐 里面诉说着被阿豪掩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 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 白天与黑暗的时间都各占一半 当太阳很晒时 所有动物都设法躲藏在阴影中 而他的世界里却是阳光普照 无处躲藏 阿豪从来都不被理解 在阿豪眼中 哥哥的世界阳光普照温暖明亮 在阿豪看来 太阳却智考的令他不堪忍受 哥哥的死让阿豪醒悟 不再厌弃自己 在福育院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阿豪因表现良好被释放 谈及对未来的打算 阿豪已明确自己需要一份工作 虽然屡屡因为刚从少年福育院出来这一屋点 遭到佣人单位拒绝 但在不懈地坚持下 最终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 除此之外 还兼职便利店收银员 一人打两份工 希望以此快速立足社会 寄予假日安心 尽管阿豪在背后这样努力 但与父亲间的鸿沟 仍没有消退的迹象 父子俩始终规避彼此 阿豪甚至搬出家 每天在驾校员工休息室过夜 直到父子俩都梦到了阿豪 在阿豪冥冥之中的牵引下 父子俩在便利店巧遇 集住气氛尴尬 父子俩仿如陌生人 最终阿豪的一生爸爸打破了僵局 父子俩重归于好 阿豪搬回了家里 勤姐也打算为小玉开了一家美容院 一家人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转眼仪式三年后 阿豪一如往常在洗车店勤奋工作 曾被他拉入泥潭的菜头 早已从他的记忆中淡去 但这一天菜头回来了 菜头一出狱就找到阿豪 两人叙旧般攀谈着 菜头为了把阿豪出去 自己纵身跳入深渊 他没有后悔过 但当他落难之后 阿豪及其家人对自己冷若冰霜的态度 却令他冷册 如今他重返社会 房屋被查封 奶奶被送进养老院 家已经不在 而这个昔日的好兄弟 不仅出卖了自己 更是在他出狱后冷漠地回避他 丝毫没有愧疚和亏欠感 菜头的纠缠 和之前一样 于是请阿豪帮自己一个忙 说着低过一把枪和一个包 让他在警局外开六枪 再把包放在指定地点 阿豪想通过这次任务 两人好撇清关系 让菜头以后不要再来缠绕自己 警局外明枪的事很快就上新闻了 阿豪看着监控录像拍下的瘦小身影 陷入所思 很快他从妻子那里得知菜头出狱的事 顿时关了起来 于是他凑了一笔钱 希望钱可以使菜头远离自己的儿子 当他拿着钱找到菜头时 他质问阿豪 当我们家被查封 怎么没想到要帮一点忙 说完便离开了 他不会接受这虚伪的善意 阿豪所欠下的不是金钱可以救赎 很快他又找到阿豪 这次他带了满满一包毒品 将阿豪帮自己送一次货 阿豪相信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就可以彻底摆脱菜头 按照菜头的指示 他们驱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阿豪带着包往树林里走去 与捷营的人进行交易 完成后外面已是暴雨倾盆 如多年前命运拐点的夜晚一样 骇人可不 阿豪原路返回 菜头却消失无踪 无论怎么呼喊无人答应 阿豪只好独自驱车返回 当阿豪检查背包时 被满满一袋钱震惊了 他没敢动这笔钱 只是等着菜头来取 可是没等到菜头 却被一帮凶神恶煞的人 截进一辆车里 阿豪乘上分文未动的钱袋 在却让阿豪和这件事无关后 便将阿豪丢下了车 还顺便告诉了他 一个令他既震惊又欣喜的消息 菜头已经死了 被人活活打死在了路边 以后菜头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阴云散去 阳光普照 阿豪狂奔了起来 此时 他的世界温暖又明亮 镜头一转 一个向着光的山坡上 阿温向情节 吐露出了一个黑暗秘密 从菜头回来后 他就抛下了工作 每天蹲守在阿豪店外 监护着儿子 直到两人驱车去交易的夜晚 他见到独自站在路边的菜头 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 向菜头冲撞过去 并把菜头拖到路边 用石头活活砸死 那天暴雨倾盆 就像阿和住下大错的夜晚 而命运清白 阴晴转换 阿和迎来了阳光 父亲却堕入黑暗 以此来守华阿和世界里的光明 片尾 阿和骑车载着母亲 骑行在阳光普照之下 故事结束 阿豪说 世界上最恭情的是太阳 它永远会流出一半阴影 但有时却不是这样 当乌云遮天逼日时 阿和无处寻找温暖明亮 阿豪是光 阿和是爱 也是溺爱与缺爱的两个极端 一个被所有人厌弃 置身阴暗 凭了命寻找光明 一个暴露在阳光下 被寄予厚望 却只想在阴影中获得休息 阿和羡慕哥哥 即使他不是那么优秀 也可以轻易获得认可 自己本就处于夹缝中 现在更是裂开巨大的鸿沟 无力摆脱 未来根本就没有希望 只会在父亲的厌弃中腐朽 阿和或许无法理解 哥哥为什么要自毁 他明明那么完美 那个没有一点希望的 明明是自己 遇在阳光下 却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期望 千斤重的压力 压的阿豪不容许自己犯任何一点错 两人的内心都被困属住 阿豪无法躲避阳光制考 阿和也无法逃离阴影从生 阿豪曾讲过司马光砸钢的另一个版本 司马光与伙伴们捉迷藏 最后所有人都被找到了 可司马光却说还有一个孩子 后来他们找到一口钢 司马光砸破了钢 看到了蜷缩在钢中的是自己 不是司马光 现实中他没有一口钢可以躲起来 而福育院的绿色房间里的阿豪 多么像那口钢中爆身蜷缩的身影 阿豪是幸运的 哥哥和父亲都在努力砸破那口钢 电影中也三度展现出天空阴晴转换的场景 引于阿豪人生境遇的变化 而当第三次阴转情 阳光突破了乌云 阿豪口袋里装满未来的希望 奔跑在阳光普照之下 终于摆脱了曾经阴暗中屡遭厌弃的自己 这也是哥哥所向往的 自古以来 叛子成龙叛女成凤 是每个家长的心愿 但影片中 阿豪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阿豪 他自以为对阿豪很好 其实只是感动了自己 如果阿豪分散一点爱 阿豪也不会入狱 如果阿豪能走进阿豪的内心 阿豪也不至于跳楼自杀 如果菜头那一道没有砍到人 如果黑伦的父亲第一次索要赔偿 事情就不会愈发不可收拾 可现实中哪有那么多如果 总要有人为负债买单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喜欢我请关注小豆豆说电影 咱们下期见